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正苦恼要怎么面对妈妈 那既期待又带点抓狂的表情 心情烦闷的他 闭上眼做深呼吸 把体内不好的气 全吐出去 然后说 哦 神啊 这个世界多么美丽 多么清新 我好爱他 请保佑我活久一点 说完小明感觉不错 又做了一次 但所往上伸展时 却碰到奇怪的东西 他还没有张开眼 就听到 要数音啊 你做马鸡仔咬梦 不再死我 小明吓得更不感动了 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 左深呼吸是一件很好的诗 但请到空旷的地方做哦 我是奈里 我们下次再见